支付宝道账一亿元 支付宝道账一亿元 支付宝的机器基本上都是我的声音 各个街道都可以听到的对吧 我会觉得很骄傲是在于 如果哪天我到了比较偏乡的地方 我即便到了很乡下的地方去 或者是我朋友有一次去了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菜市场 然后他说陈木齐我在那里听到你的声音 大家想象都是你的声音 然后一个老奶奶就是听到你的声音 就一直在笑在卖西瓜的 我觉得那一刻我才觉得 哇 我的这份曾经虽然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就是 即便不论在这个土地上的什么角落 它都发挥着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我觉得那个是我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